水峰的水南東 因為這九分子是有100多種的空母 可以說是在台灣空母中離三分之一 可以說是空山版的亞馬遜森林 不過博物館在今年冷藏的時候 是推出到解鎖館的白分剋庭 目前有35位準解鎖館 其中還有這個隔測在民間 博物館保全經人說也是這個經歷豐富的渡浪民間 帶大家來認識這則 獨一無理世界極的第幾項項 文憑普武館和在地面中為了要讓更多人 認識這個世界極的第一經館 推測到困難經過這水南東第七宮坑20戶的專業解說 因為學員質疑內 還有在文憑普武館等人保全的長團約 他等人到我們的工作是已經有五個時間 對家鄉的一炒一炮 可以說是最多的了解 我原本就有在做導覽解說 因為在導覽解說裡面 有發覺說我們很多東西我們不認識 比如地址方面我們不認識 所以就來參加這個地址的課程 收穫很多 不只了解地址也了解很多礦石還有一些我們這裡的植物之類的 那我們以前這裡是一個黃金很重要的金銅館產生的地方 那博物館的產生就是為了保持這樣子的文化遺產的部分 為了讓它永續發展了 所以我們就開了這個地址且說的培訓員 那參與非常樂樂 沿線有100多位 因為我們只要40個名額 那40個名額經過這樣培訓20堂課的課程 然後最後有35位經過考試 同意通過解說培訓員 地址公園的解說 本身是土生土中的經過一個人 但念杜蘭領館也有五檔館 平常現在他在普附館做保存 如果有尤其需要杜蘭的部分 他都很高興來解釋 這次透過課程來感受到 國家公園和地址公園有不同的建構方式 以及台地址公園能夠遼向美好的發展 將會為國鄉帶來平安的驕傲 地址公園的解說的部分 還是要為了推展 保持我們整個匡業遺址的這些文化 包括我們看得到從水南洞的顯鏈蟬 到我們六坑中央無幾所到 這些所留下來的遺址 包括地址公園下面的神社 我們這邊向後面的太子賓館 這些古蹟 甚至我們四連洞本山洪坑 這些都是很重要解說培力的地方 不見普遍官的官長者文上表示 地址公園的設立跟國家公園不一樣 這是一種對社區有的民鄉地民推動的地址保育運動 以公民為主體來進行地址環境的保存 到有效和影響發展 水南洞金貴之后 除了是台灣重要三經和黨的工業地区 以豐富的地址形成形態 也能夠清新影響到這個地方的地貌 及其民的生活模式 即將陳玉威共聊 彩虹伯德